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龙圣王 威上殉妙天下第一 彼之韬利天王 游度走浪 不得商与万亿倍亚 假令天帝彼禄 第六天王 百千亿倍不相利亚 转帝彼禄天王 彼禄上受过 菩萨声闻光明容释 不相及济 百千万亿不可计算 这裏就是讲教徒世界的人是相好庄严的 那释尊 释迦我利佛就跟阿兰说 他说如果我们在我们世界上 就是这个娑婆世界上最尊贵的都是帝王 他上一次给黑衣 当然他们尊贵很多 但是如果他比转龙圣王的话 他相对来说就是差不远了 他相比之下他就觉得他的相片就比较疲漏 好像比喻就是黑人在帝王和他相比 那他一路比上就是给韜利天王 就是韜利天王就是一个层 就是说在我们说地居天的顶 就是第二个六六天 那个天顶的韜利天王 再相比转龙圣王又高很多倍 那他再比就是第六天王 第六天王已经是 就是再上是已经无上 因为他已经无色 他已经无色界 这个第六天王已经是色界最顶 其实他用语言文字表现 或者是有色相而表现 第六天王已经是最高过天 但是如果他第六天王 就算他相比极乐世界那些菩萨声闻 他根本就无得比的 那其实这件事我们的相 其实代表他自己的福报 我们很少说相又是深深 其实他这里就已经暗示了 就是说他那个福报 就是由相显然的福报 就是说就算你是第六天王 他也是说千万亿 就是不是我们可以用语言文字 可以用语言文字可以用 就是这个相是好得怎么样 我们就是说 求求是我们这些凡夫费都很难知道 但是我们用心去看 就是那时候我们未必一定要去知某一件事 但是我们的心可以去 因为我们的心做万物 如果我们觉得只是万物 我们不去想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经 是开发我们 有些我们潜在里面 但是我们不要看我们潜在里面 其实我们的潜在里面 那个心里面的能量 是可以很大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用经文来表示千万亿本 那这个经是文字写的 但是它终于就是 令到我们的心能够了解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文字对应的话 我们是要开我们的心 和文字相应的 那怎么开呢 就是说 这个是文字是写的 是黑板的 但是我们的心会活动 我这个尽量就是 将它怎么样 将它一样东西 形容到百千亿倍 那这样东西就是 你慢慢去想的时候 其实一旦你很专注地想 因为你太复杂那样东西 你百千倍 一百倍很难想 那你经常运用这个时候 其他杂点就不能够入你的心力 你经常训练自己一百倍 那我们想一下 例如第六天 天会怎么想起 我们上一堂 不过我不是在文师修间讲 就是说 天人是没有那个 原来没有骨骼的 没有那个皮肤的 没有那个上 完全没有的 但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它只是一种色体 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 它除了心意显现 它的色身就会显现的 所以我们凡夫很难见到 天人的上 因为它是无形无相 它不是无形无相 它不是无形无相 不过它是跟着那个外面 它随着的意识去变 那我们就想一下 我们试着用这种方法去想一下 就是说 如果天人是这样的 福报就有这样的上 但是第六天又是怎么样 我们一直层层去争上的时候 我们将自己的画面 其实我们人的画面 也有一个合作 就是我们令自己的合作 我们第一 我们不希望 把自己的画面 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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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对于这些 就是说 在思维上的事情 就是确固自己的空间 为什么确固自己的空间 使其他集念入去 我们不会 我们没有做这个训练 但是如果你看回佛经多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似为天马空 其实这个天马空 也有一个在在 使其他集念 就不要进去 你将这个空 其实本身由佛 你想了解佛 一定是由空入手 就是 你知道什么是 缘起和合 全部都是 在你心里做出来 如果心不能够做这些坏物 你的空间是很合宅的 例如钱 物件 是一股 很眼前的东西 会变化 会变异 会变坏 你就会想到这些东西 你不可以让它变坏 就是要靠这些境界 我们不是被人看这些 我们不是希望 照片很漂亮 因为照片很漂亮 没有人看得到 就算是天界的东西 我们众生都看不到 你多漂亮 这个漂亮 你不是被人看的 他应该比较 就是说 你显示的心量是什么 其实人看不到你 其实去天界的人 你都看不到他的照片 除非当年 你高一层天 看低一层天 那你要怎样 训练者就说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就不是 你希望得到的上好 而是希望在里面 显现了你的心意识 是不透的 是千元的 我想我们可以 就是看经的时候 用这个 你做看经 不会那么枯燥 一本经是 可以给很多人看的 因为佛讲经 很多众生 每一个人的接收 可以不同 天有天听 人有人听 还有目色界 色界都可以听 各个人的演绎都不同 好 我们继续 佛高阿难 无量寿国 其知天人 衣服饮食 花香 婴乐 增盖藏花 微妙幽声 所居射入 宫殿 乐国 清其形式 高下 大小画 一宝二宝 乃至无量佛 众宝 徐以所欲 定念即至 尤以众宝宝妙衣 遍布其地 一切天人浅之而行 无量保望 尼佛佛土佳乙 金偶珍珠 百千雜宝 其妙真意 莊严效释 周诈四面 谁以否令 江式仿耀 盡极严毐自然 得福 除喜眉洞 其风又和不寒 不暗 不暑 尤以温量 猶如不辭 不辞 吹诸狼望 合众宝树 演法无量 微妙法音 流步万种 温雅得香 其妙万者 趁路够够 此不理 风足其身 皆得快乐 譬如 彼佑得 灭尽三昧 这里有很多 整本经 因为是《纪录世界》 很多篇 几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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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们得到什么法律 背后 更有意思 就是 如果要修行的人 你看看小城的经典 它的境界跟这个 刚刚相反 小城 或者我们不要说小城 修行的人 比如 一些 没有圈纳的地方 一些山林 一些坟墙 一些坟地 或者一些地方 人烟都不多 最后 它起碼有几件事 令到自己的责染少 因为它不会接触很多其他的 净酬 令到它很容易清淨 其实它的背后 是令到它清淨 第二 就是 它在这个境界中 令到自己少肉 就是说 它根本在这些地方 山林野的地方 你根本就没有肉 所以 其他东西 可能只有苹果给你吃 或者其他一些 很平实的食物 食物 你穿的衣服 和其他 刚刚和极乐社会 是两个对比 究竟这个 就是 如果我们是修行的人 在这样的境界 和在另外一个境界 就是两个很强烈的境界 相比之下 究竟它成立 是让我们享受 还是让我们修行 因为它是想修行 其实我们发现它 就是说 希望我们和佛等齐 这是我们最后的意愿 当然 其实修行 都是比我们的心去碰起 这也是有清淨的 但是 我们一定要相信 就是阿弥陀佛 它的想法 或者它构造这个世界 第一 是它的本源 第二 它都适应回我们的根气 去做一件事 譬如我们很多众生 希望去快乐苦 所以我们去求生 去极乐世界 其实这是第一个愿 所以第一个愿 就成立了极乐世界 一定是很美丽 很美丽 但对于修行是怎样呢 其实我们修行也是这样看 就是说我们不是去一边 因为他一边去 那个是 那个境界不同 另外一边是境界不同 我们修行等于你修 所以修行轻规 其实香港一些人 很多時候我們做了一件事, 佛教經常覺得是苦的地方 即是一宵被人看到, 一定向苦走, 一定這樣才是罪 其實我們偏頗了一件事, 反而另一邊, 我們的修行完全沒有招駕無力 人家稱讚兩句, 可能已經飄飄然了, 根本已經心動了 所以我們應該說, 無論你在什麼境界都好, 它多好都好 這個境界是你心做出來的, 你要用心去配合的境界 極樂世界能夠這麼好的世界, 我用心能配合這麼快樂, 而練到修行的時候 當然我們要相信阿彌陀佛, 也要相信自己在這個地方, 這麼清淨環境 因為很多地方的說法, 不是讓你享受 你只要那些武功雜染, 而且他做你的身體出來的時候, 也都沒有這些 要將我們那些往式的異業, 壓抑住 我們與這個相應, 與這個相應 我覺得我們在極樂世界修行, 就可以做到平衡 就說, 它多好的時候,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我在窮困的時候, 我修行就可以了 但我看到別人給我很多錢的時候, 可能我就想想 我心會動, 即是未叫那麼多錢, 未叫那麼好享受的時候, 我會動 但如果你極樂世界的時候, 你能不能給極樂世界這麼多錢 那麼好享受, 你完全說千億萬倍都給不到 所以你在這一方面, 你的心永遠不會動 就算我們讓他落到凡間, 你給多少千噸黃金 在極樂世界的時候, 我心一念一轉的時候 多的是千億萬倍, 所以對於這件事 我們自己有一個境界來的成就 我們一大部分的成就 但如果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要兩樣的修行 修行, 去克服, 清修, 萬行的道 這是一個極樂世界, 是一個快行的道 它的修法是不同的, 它是你得到最好的東西 不如你得到其他東西, 我都不會動 你說的我全部都見過了 你幾好的東西都見過了 你幾什麼好的設計都見過了 所以其實極樂世界在那裡就說 即是它說那麼多出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它, 當然是一個落土的形容 它被我們那個眼界開得很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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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宇宙的那個好的東西 它已經立在那個極樂世界 而我們一去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 差不多應該全部都見過 當然我們再深量, 再發展 這個就是說, 從從無准 總之極樂世界最好, 這個不我方形 但是你, 因為你去過極樂世界的時候 你將來未來的世界 是比極樂世界更加好 這個等於, 譬如, 觀世恩菩薩 他第一次成那個極樂世界 他另外一個不肯 他帶了極樂世界成佛 當然他有自己的角度 但是他成佛的角度 是比極樂世界也說 當然我們現在介紹這本經 我們不講契的角度 當然這個最好 但是你只能想到 你要清出於藍, 勝於藍 譬如我們今天學了這件事 我們是要將自己 一路去擴大的時候 我們未來的角度 是更加, 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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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勝 我們也提一下 除了他在這麽好的環境之下 他有這麽多的妙音說法 即是說, 妙音可能是 我們怎麽修行 三十七菩提份 八正道 一直都說出來 令到我們說 陳奴救襲, 自然不起 因為這樣的時候 我們陳奴就是講 陳奴就說 他好像陳飄飄的 其實我們人的心就是 我們自己 如果看回《靈嚴經》 這些是這些外層 這些外景 你自己看回 如果那個聖 是顯現這些陳奴出來 是說 我們不要讓這些陳奴 去圈染到我們自己 如果我們圈染的時候 我們跟著陳走 即是我們跟著外景走 在極樂世界 他根本就沒有陳 沒有這些 這些救襲 就不會起 他令到 你只是一心去修行 而是風足其身 得快樂 他得到的快樂 就說好像比丘 得滅盡三味 滅盡三味 我們現在經常追求 一件事就是 裂盆 裂盆就是滅盡 究竟很多人就說 究竟裂盆 是不是快樂的地方 還是什麼都沒有 這件事其實 我們也有一個去想 如果那個地方 是完全沒有的話 很多人就不想去這個境界 因為什麼都沒有 但如果裂盆 是一個妙的境界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妙不可言 就是說 你不可以用言語去表示 即是這種快樂 不可以用快樂 用快樂形容 都是已經低估了 那個直面 是妙 一個妙字 就是妙 就是不可言 即是不用說 他不是沒有 他不是滅盡 不是說沒有 他是 純清淨 而在清淨顯現出來的 那種感受 那種感受 只是在定的境界才可以享受 為什麼 你是沒有去看 因為定的時候 你沒有身體 我們通常怎麼會享受得到呢 譬如我們有眼耳鼻舌身 我眼看到的東西漂亮 我就靠眼去知道 那樣是快樂 靠一條舌 我嘗到味 我就知道快樂 如果我們沒有借煤戒 如果我們六根都清淨 沒有這個煤戒 我怎麼知道外景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滅盡三味的那種境界 因為你自己想 即是怎樣 你不是靠觸覺 即是不是靠我眼耳鼻舌身 去接觸這個境界 而我知道 原來我們不靠一個煤戒 而拿到的 是直接的 那是直接 觸碰到那個真 或那個真魚 或那個理體 而顯現那種快樂 那種是純清淨 就是我們本有的 不過呢 因為靠我們的眼睛 已經圈染了 我們眼睛 眼耳鼻舌身 這個太強化了 我們不知道 然後我們背後離開這個眼耳鼻 在清淨六根裏面 背後還有一種直滅 滅盡 那種三味的快樂 這些就是 但在極樂世界的時候 每一個聖文 每一個菩薩 或者每一個天人 都能夠享受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的修行 這是一個大的 一條橫枝的路 一條最好的路 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佛教 不修行淨土宗的話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大損失 因為已經現成了 把一件事 你已經可以借下去 我成不成佛 某一件事 但境界應該是佛的 境界 你自然就根本已經是成佛的境界 不過我就未去收回那個 道理上 怎樣去將這件事 行辭下去 這些事情 即是反過來 但我們已經是現成了 但我們已經是現成了 我們只要滿足某些緣 就可以了 這裡我們很快就會說到 其實這件事是一個重點 我們最重要是去到極樂世界 去到正統 但最主要 我們嚮往這件事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條件 但如果這件事 擺明這麼不好 如果我們不去 我們覺得自己的能力去修行的話 如果我們今晚上其他課 你發覺都很遙遠 都很遙遠 他們在衝動以抖 地裂 地則開裂 以此化沒 清淨無遺 隨其時節 風吹散花 如是綠反 又種寶蓮花 周滿世界 但一一寶花百千億葉 其花光明 無量種色 清色清光 白色白光 玄黃朱子光色 赫然毅葉 患難明耀日月 一一花中出三百三十六 百千億光 一一光中出三十六 百千億佛 身色紫金相好樹特 一一諸佛又放百千光明 土偉十方說微描發如是諸佛 各國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 這裏說的是極樂世界 如是如反 即是六時 六時都有寶花在天降下來 我們通常說六時 日出、日中、日末 和初夜、中夜、後夜 這個六時 其實時辰在極樂世界是不存在的 因為日夜、昼夜都是 都是 不過 這裏表法 六時 就會把地 生出一些花 當然有花的香味 花的柔軟度 放在地的時候 那些天人走過的時候 他說 韜夏四寸 隨足舉意 還浮如故 這件事其實挺有趣的 即是 如果 他踩到有四寸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一個表法 因為天人是沒有 沒有身體 會不會踩低那個花 這個就讓你看到 其實他隨著自己的心願可以踩到它 然後 當你走開的時候 他就說 那個地就裂開了 那些花又沒有了 然後又會花沒了 我們很多時候看到 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散花 和這些地開地裂 其實我們有表法 就說 不是極樂世界都一樣 其實 不只是我們 梳婆世界 梳婆世界 我們看到 我們不察覺這些 因為我們的心很粗劣 其實我們每一時晚晚都在說法 就是告訴大家 全部都是 中緣和合 以及 它是 它是 成住壞滅 但我們 如果我們看到蘋果 我們吃的蘋果 雖然只要看到成語 但我們心裡沒有 我們只是怎樣 我們讓它穿上去 那些蘋果好沒有味道 賣得便宜不便宜 我們是用錯的觀念 但蘋果的示現 就是成住壞滅 但是我們那個 第一 未學佛的人 他只是看到 那些蘋果好沒有味道 會不會飽肚 或者吃飯後果 我們每人吃飯後果 只會知道飯後果 他就不會在一個法裏 而了解到 宇宙萬法那種真意 那種真體 我們不能夠用那個 事物 來正一個法 或者成功去訓練子 事物本身是法 人本身是法 人我們是承絕物 人本身是法 物有法 其實法法都應該存在 但是我們操裂 不能夠 但極樂世界不同 極樂世界不同 如花開花落的時候 你即時看到的境界 當然 有佛菩薩的說法 也說 例如地裂開 地開合的時候 這簡直表現一個很 很即時的無常 給你看到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假象 如果你在極樂世界多 我覺得 根本你不會說 一件事是真實的 但你就不會說他不做 一件事是在享受 一件事是在做 譬如一件事 每天都有人驚行 一件事是 韜下四寸 都是驚行 但是驚行的時候 他看到原來 他走過的地方 似有幻無 這是一個境界 譬如我們 現在我們有一個 叫做內觀禅 有一個 七日內觀禅 十日內觀禅 他教你如何去驚行 走 有些人說 我沒有去過 他說怎樣 你一直這樣走 他走得很慢 慢到很慢 慢到很慢 慢到怎樣呢 慢到你不覺得要走 你走一個小時之後 你不覺得自己有存在 這一點就是 就等於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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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根本在那里走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一样东西 因为每一个人走一步的时候,他已经看到无常那种显现出来 当然,这要配合你的身体和外在环境 但如果我们去收,是很难收这个境界 比如他们那些内观时代,是要收很久才能走到这个 走到出来,他觉得无我 他一直走的时候,当人们一直慢走,自己都不觉得有走的时候 而他又在走,他不是不走,他在走 他是说,我们这样听,我们当然有一个境界 但他的境界,就是说,看回我们在极乐世界人走 他也是这样的境界 但他的境界,当然跟我们去内观时代,是完全不同 因为大家身体不同,境界不同,事业不同 但是大家的目的一样,都是见过无常 所以,环境不同 所以,环境不同 你自己可以想到一个取舍 我应该在哪个地方去做我修行 我想这件事就是说,如果你问我,不用想 都是极乐世界人走得最好 是吧?这件事这么好 而你能够在法里,你见到法里,要收到法里 有一个,你要靠你自己的心意 这个就是说,异行道和难行道的分别 他需要你很强的专注力 很强,可能你培养到自己很清晴 你才能够碰到法里 但在极乐世界的时候,随时就已经接触到法里 所以,那修行是不可以同一日而说一件事 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好处 还有一个就是,他说,清色、清光、白色、白光 圆黄,圆就像黑色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很多时候,他说的就是 其实,极乐世界是随着我们的心愿去转动 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学为色 我们要怎样呢? 我们要知道,万法为心,万法为色 我们要怎样呢? 将它演绎了,什么都事现出来变 地球又是我们那些,比如 弃世界的种子变,这些是我本身的种子变 有些是分集的种子变 全部都是去私利去估计 其实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看不到 我们没法知道 但是极乐世界就不是 我不需要知道 因为我心里一变的时候 我要元、黄、朱、紫 全部都是我决定那种花颜色 我决定花个大事的时候 你发觉原来一切都是为心所现 这个是表法,不是表法 我直接把握到这个真理 而我们在娑婆世界,我们学一种真理 而去估计,或者修行人 当然可能也会接触到万法为色 但我觉得理论是多于一切 尤其是我们自己说的 根据只是说 我们都要靠很强的信念 才能信万法为色 但是你是否见得到呢? 正得到呢? 这一切都变得到呢? 在挑战的时候,很难说服东方 这是色所变的 这一杯茶是色所变的 你说出来 即是说 我们有时候 就算是跟外道和其他人 人家很难去接受 如何为色所变 为心色所变 这种实在在在有 因为你说话去传话 是非常困难的 但极乐世界里不用了 但一样的事都是 你真是在心里变 他就变 所以这一道好作说 他就变 第二个变 就是说 这个就是变的万法 第二个是量 就是说 我们能够知道心量如何 我们不知 他就说 一一光钟 一一花钟 就出三十六百千光 其实这件事是一个 如果我们去 不要说入定那么深 你定来思考都很低 一朵花 有一千朵叶 一千朵叶 就是花繁 一块叶 一花花繁 一花花繁 有射 一千度光 每一千度光 有一千百尊佛 哇 从从无准上去 其实这个已经本 还有 他每一种色 每一种光走出来 是无两种色 我们现在我们见来见来 可能就是红狼白黄 有个色表 我们眼睛可以看到 那个色光表 超越了 我们看不到 那么你想想 他这里 他除了从从无尽 还有光光无尽 这个就是一个 证明 清静 是一个很漂亮的境界 不是什么都没有 是从从无尽 光光无尽 就是说 无千亿的光 无千亿的光 他试现出来 无千亿的光 就是无千亿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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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我们在一个 红狠世界 就是你看到一朵 一朵年花已经有那么多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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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从无准 他还有很多短段 一朵 年花大 又可以小 又可以不同色 就是其实你看到 你坐在那里 如果我们平时 你看到我们外面的水池 都好像一个很开心的 水池有花 但这件事 你想想如果 极乐世界的水池 就是我们都要享受一下 就说 其实不只是我们享受 其实佛 一段时间 他就算在梳佛世界 他一段时间 他在享受着禅落 他不是 当然佛 一路雪架 一路很辛苦 但是他到了午夜的时候 佛都会有一段时间 他享受到禅落 就是灭尽三味的洛 就是说 等于他到了那么久 很累的时候 他就定下来 如果我们在极乐世界 不用定下来 一看 就看到 原来这个水池这么漂亮 他就可以享受 修行可能是一段时间 比较困扰 或者是一种 要自己付出这些力 但是他也有一段 很大段时间 令到你自己 在这样的地方 舒缓一下 譬如指经行 看一看地方 但是 你想想三百分之一 哪一样 要值得多看两眼 但是极乐世界 就有重重无尽 由你的心量去变成 我们常常会 把这些东西活化 活化 令到我在那个期间 里面 除了我学佛得到益 我的智慧一路 一直提升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做 艺术 就是艺术 其实我们 我觉得去到极乐世界 他自然就很有艺术 就是回来做画家 音乐家 也有这么多音乐 你想想 他接触就是画家 接触就是一个 音乐家 接触就是一个 音乐家 接触就是一个 他想去成就什么 他也不能够成就什么 你只要去到极乐世界 你回到极乐世界 我觉得完全没有困难 因为你全部都去到极限 你全部都要了解到 所以你回到极乐世界 你完全是一个全智的人 全智还有很特色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静会 我们静会就是 马药 用艺术来传法 都是很特别的 尤其是传极正土世界 是相当的富裕 因为为什么呢 《极乐世界》就是一幅图画 就是我们去传这个极乐世界 就是这么吻合 我们讲完上卷 我们讲下卷 《佛告阿难其有众生伸彼国》 《遗佛者释佳主于静定之序》 所以这何彼佛国宗 无诸邪罪及不定罪十方 行沙诸佛如来 皆共赞叹无量受罚 威神功德波斯义 诸有众生 民其名号信心 欢喜乃自一念 自心违向 怨生彼国 即得往生 诸不退转 为除五逆 诽谤政法 我们先讲这段 他说极学世界人只是一种人住 就是正定罪,正定的人一定是成佛的 没有异成人,没有其他人,只有一种人 如果我们是邪定罪或逼定罪 就是说邪定罪就不用说了,他根本就是 不要说连成佛,连异成人都很难阻得到 只有邪定罪,不定就不知他如何 我们遗息中有不定种姓,他有五种种姓 这些都是,除非他自己最后入了大乘 否则这些不定种姓人,你去极乐世界都不可以 只要能去极乐世界,你自然是一种人 就是正定罪人,正定罪人 我们稍后会讲到哪一种人是能够去极乐世界 而这件事呢,我们看了四十八大远 其实这本经有两个重点,或者三个重点 就是四十八大远是重点 但四十八大远最主要说 他成立这个极乐世界,他的本愿是如何 而我们跟他的愿相应的时候 可能可以去极乐世界 但第二点,就是很直接 哪一类人可以去极乐世界 哪一类人可以去极乐世界 哪一类人可以跟他最直接相应 你只要是正定罪人,就可以去极乐世界 因为如果你去不到极乐世界 你会说不出极乐世界 这是人家的事,不关你事 所以我们讲了他的好处的时候 我们恩求他的好处 我们也要看他们需求什么 而能够让我们去极乐世界 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这件事,不是他自己说的 他说,我们信佛说 也不只是一尊佛 是十方佛都赞叹 都要希望我们往生 我们看到很多经都是说 是道归极乐 即是无论是花盐经 很多经都是说 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为什么呢? 最适合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 这件事我们不需要再说了 而且最主要就是去 很容易 他说,乃至一念 只要一念 就可以去了 这些一念 怎样能够念呢? 这件事,我们上次也说了很多次 就不需要再蓬佛了 也围随五逆诽谤政法 我已经说过了 也不需要再说了 佛告阿难十方世界 诸天人文其有志心愿生彼国 凡有三辈其上辈者 舍家气欲 二作沙门发抱得心 一向尊念无量受佛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此等众生临受宗事无量受佛与诸大众 现其人前积除彼佛 往生其角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 诸不退转智慧勇猛神通自在 事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 无量受佛应发无上菩提之心 修行功德愿生彼国 佛告阿难其忠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文 其有志心愿生彼国 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一向尊念无量受佛多少修善 奉持齋戒喜立塔像 凡自沙门 愿增燃灯 散发烧香以此回向 愿生彼国 既人临终无量受佛化现其身 光明尚好居如真佛 与诸大众现其人前 积除化佛往生其角 诸不退转功德智慧至于上辈者也 佛告阿难其下辈者 十方世界诸天人文 其有志心愿生彼国 假使不能作诸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一向尊异 乃至十念念无量受佛 愿生其角 若闻心法 欢喜信也不生疑惑 乃至一念念于彼佛 以至诚心愿生其角 此人临终梦见彼佛 亦得往生 功德智慧至于中辈者也 此人临终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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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品中品下品 我们要多讨论 就要知道 你是什么类型 能够去超越世界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值得去说 虽然《观经》不是本经 但是我们《观经》是这样说 《无量寿经》是这样说 究竟它的取写 或者它的两本真意是怎么说 我们要慢慢消化一下 因为我们既然听到本经 我们也想去极乐世界 我们要知道两本经的本意是怎样 当然我们的本意都是令到我们去极乐世界 但是我们要很清晰 我们是怎样能够去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要先讲讲《观经》 现在我们没有《观经》书 没有问题 《观经》有个大义上说 《下品众生》是一个恶人的 甚至没有那些五亿十恶的人 都能够往生的 《中品》是一些善人的 就是普通那些受五戒 或者他也有讲《中品》的人 一日一夜可能受比优戒 其实说到受比优戒 这些可能是一些七日出家 或者他本身是比优 或者其他人 或者他也受那些 一日一日的沙美尼戒 这些是中辈往生 一日而已 上辈是上善人 当然这些是 好像韦提喜夫人那些 一听到就已经是上品往生 这些就是上品往生 那一类众生的 至于这个就说 他无论你怎样 就是你上辈、中辈、三辈 都听到我几个说 他都要你一样 首先一样东西 发无上的菩提心 还有他没有一个恶人 全部都是 首先是说是出家、三门 第二就是如果你不做叉门 你都是一个守戒者 或者一个居士 或者其他人 也都做一些佛事 就算你没有空的时候 你都要做 就是念佛 或者就是说 但是三样都好 你都要发菩提心 那他的分别 为何会和那个官经有什么分别呢 这些人说 他说这些上、中、下三辈 既然都要发菩提心的话 他这些等同官经的上辈往生 即是这些你逢发心 去发生菩提心 一定是想去成佛 这是一个大智慧的人 你才想成佛 你才发心 而无量寿经里面三辈往生 即是无量寿经 一定要发心 所以我们也会有些时间去说发心 好了 但是呢 他是等同那个官经 但是这些是一部分大得说的 有些说 他说不是 他说无量寿经 即是这本经 讲上、中、下三辈 都等同上、中辈 因为中辈都是一举善人 他虽然都是收一天 一夜那个比丘界 或者一夜一夜的齿界 他都是一个善人 所以他这个 就是上、中、下三辈的 往生的人 亦都等同这个官经的上辈 和中辈一样 平等的 但是呢 也有些说 他说不是 他说上、中、下辈 其实都等同 官经的上、中、下三辈 虽然他是我的 那么这里呢 当然这个 他背后有他的理论 那么这个是年次大师说的 年次大师 我们 就是正土中的祖师 他就是做一个 一个开合 什么叫开合 就是说 他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样东西 那么这件事就说 我觉得都非常之好 我们说这件事看了之后 你觉得他是匹配的 就是我都觉得 年次大师说这件事 看在文字上 就像我们所说的 这里和这里 有点风鸣不及 但是其实呢 如果听回年次大师说的话 上、中、下三辈 和官经的上、中、下三辈 是可以很匹配的 那么他说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说恩地 我们很多时候说恩地 和果地 比如说恩就是收菩萨行 我们果地就成佛 我们恩地就说 你做些什么呢 就自然引到果 佛家说恩果 你做什么恩就得什么果 那么他说 虽然他之前是恶人 比如说五逆十祸 苏姐世王就是这个 这个有一个很实例 就是他当时杀过他的爸爸 亦都就是 逼死 就是差不多逼死他 他母亲 好在当然他有那个 堤婆 他有个大臣 就劝他 他只可以杀 杀老爸 没有人 杀了 妈都杀了 这件事就劝了 令到他没有杀 但最终他只修行 亦都听到 去佛 去佛 就是 那个惭悔 叫佛 他最终都好像中品 或者中品上生之类 都是一个往生的 那么他说了就说 他说 连池大师说 恃恶不如中善 他说 他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经过这些事情 都是有十恶 或者是 这个没问题 每一个人 不会做过恶事 就是说我们 我们这么多 无千万世 就是我们不要看这一世 或者其他世 其实我们 生生世世做很多恶事 但不是说这些恶事 就是一路一路 但是 他说这些 在我们 官家说 最重要是临终的时候 你还有一些福报 这些完全是十恶的人 就是你大福报 没有那个福报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去到极乐 因为现在他在下午的时候 他临终的时候 都有那些善知识 教他 立即养联会 立即大撑他 当时他尤其是人 当时我们游离那一刻的时候 那个根利是很猛的 就是那个 求一若若义 是很猛的 他当时在那一刻 他由一个 极恶的人 变了一个善人 他其实在那年转化了 其实我们中音身 是可以转化得很紧要的 就是我们 时间 是我们凡夫地执着 其实在我们的脑里面 是可以转变得很快的 所以他在很短时间 他只要发好那个猛尼的心 以及他以前的福报 因为他由那个善人 引导 他从当时就把那些很凶的 隐瞒 或者他未必是消灭 隐瞒 而是将他以前曾经建的线 成这个势 在中音身 或是未进入中音身之前 就已经可以往生 所以他说的那个 因地不同 他之前 他是恶 没问题 当然当然不好 我们不是说要做这件事 但这个不是成为 他将来 他去极乐世界 如果我们觉得 已经做了这些恶事的时候 你自己有退心的时候 你就要看回这个观景 其实 你临终还有很多 比如你支持 你不知道自己做了多少善事 虽然我今次 可能有某些情形 你做了很多恶事 或者你自己也放过不了自己 所以人 你不需要宽敌 有时候 你自己做了很多善事 你未必知道 不要把这些小小恶事 遮蔽 这个佛叫做疑悔 其实我们最不可以让 作为疑悔 什么叫疑悔 就是 做了之后就后悔 其实这件事最不好 你既然做了之后 你要可以大丈夫接手这件事 不要理会什么发生 你就不要 如果说船头怕鬼 你就万事无成 你不要做一件事 就是错 所以我 这是个人的想法 我那时常说对不住 我都说了一次 都没什么意思 你一天就不要做 不要做完之后就叫对不住 你对不住 就代表你没事 可以再做一下 又对不住 有些人都会说对不住 对不住 没什么意思 根本对你没意思 最好你就说 你与其知道对不住 你不如下次不要做 所以疑悔 在佛教来说 是一个不好的 我们叫互作 互作 所以有个字很难明白 恶作就是疑悔 我们在看佛经的时候 恶作是很难解 其实恶作就是代了疑悔 就是我们不要做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既然错的时候 就要承认 但是错 就以后不犯 就是这个真正的忏悔 忏悔就是说 你做错没问题 佛不会 但是最重要就是以后不犯 所以就有几恶的人 佛教也导了很多恶人 但是最主要就是心里 我以后不会再做这件事 这件事最主要 但是如果你说 对不起 其实这件事 对于这些软弱的人 他下次再做的时候 这件事回来 佛教就觉得 这件事比起一个恶人 他能够真真正的改革的时候 是两码子 都不同的人 所以就说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看法的时候 我觉得三辈往生 其实是等同 其实有谁不做错事 有谁是一个圣人 如果圣人的时候 就不需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这件事也有说 我们看到这么多上辈中辈下辈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 上辈一定是很厉害的人 一定是菩萨 或者修行好 你又错了 其实呢 如果看回大德说 这个上辈中辈下辈 是凡夫来的 整个极乐世界是给凡夫看的 不是给圣者 圣者也不需要上下中辈 因为他自己搞定 他自己喜欢去极乐世界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去的了 他自己上了一个禅定的境界的时候 他自己会去的 我们这个 所以上中下辈 你不要觉得 哇 他上辈一定是好 你千万不要 煲了别人 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障碍 就是偶慢 什么叫偶慢呢 我们很傲慢 但是一样的悲慢就是什么呢 你经常觉得自己不是这样的 用个悲劣心想一样 我们永远不想到自己上辈往生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错误的 你听经的时候 你一定要上辈最上辈往生 这个不是奢望 这件事我也是听罗公说的 我觉得这件事挺有趣的 他说你千万不要想下辈 求求其他去到 一下辈过去 连下辈去不到 你就去不到 你最好就去上辈 上辈不得 你会跌到中辈去到 所以你说去求下 中辈不得 中辈不得 你会跌到下辈 如果你够下辈去到 你分分钟就去不到 所以你的人立个愿 立你很高 当然你当然不会 口讲和心痕不同 这件事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你不要看到经文 被他吓死 以为自己不行 其实不是 《极乐世界》 或者《无浪受惠经》 是死给凡夫看的 不是给圣者看的 圣者不需要 他指教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本身就是上辈重心 而你由上辈重心看一半经 你就跟他相应 你相应的时候 你由上辈往生 很稳妥 就不是中辈下辈 你都不要再去想 就是说你跟人说 有些人是这样中辈 但是跟你不关我事 就是说我知道有中辈 有下辈 但是我一定是上辈往生 就是你要感觉到心念 就是说 我一定去就是 一定去 没有其他条件 可以障碍到你 你的心也很强 这个就是一个自成心 你发出愿的愿心 不是一个低层次血 而是一个上辈往生 我们看看上辈往生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刚才说了很大幅度 说法菩提心 上辈有法菩提心 中辈有法菩提心 下辈有法菩提心 其实我们有一本叫做法菩提心 其实法菩提心 是很多经都说 就是如何发菩提心 其实注注法菩提心 就是菩提是说成佛 我们发菩提心 我们发愿去成佛 但是其实 发菩提心的愿 是很大很大 很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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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发菩提心会不同 初发心的菩提心不同 圣者发菩提心 也不同 地上菩提心 不同 不动地的菩提心 也不同 佛地也有发心 佛地的发心也不同 其实每一个发心不同 所以我们中辈上辈 下辈的发心 都是可以不同 当然我们发心 第一 我们发心 不是说会改变 但我们发心 应该是重重增上的 我们不是发心 比如我们发成佛 这是很理想的 但如何成佛 你一点概念都没有 什么叫成佛 你不知道 什么叫最圆满智慧 你不知道 你只是发成佛的心 其实这不是真正的菩提心 你不知道菩提心的内涵是如何 我们经常发菩提心 发了什么 发了菩提心 其实你问菩提心是成佛 其实佛是什么 你都很抽象 你不知道如何 你发成佛 我说了这件事 你根本 一点概念都没有 你只知道我希望最好的 最圆满的 这件事是最极的 我看到佛经 但其实这件事 我们不是不发 我们发了 要慢慢成就自己 你一定要多方面去吸纳 如果我们发了 究竟佛的智慧 那些菩提心 究竟佛的智慧 它的极限是如何 佛也会发菩提心 佛的发菩提心 就是导众生 导众生 导众生 导众生就是导众生 但是不是代表我们不发 但是我们也要发这个心 我们可以看看 听听别人 如何发生 也需要说佛学 你要不停地学 不停地学 层层去层层增上 你的菩提心很坚固 很丰富 而你才知道 成佛 为什么成佛 和其他不同 原来它就包含了这么多 这么多 这就是 你能够 未发生 未发得圆满的心 你接引众生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们 什么才是 真正的菩提心 其实菩提心这么重要 就是每一本经 很多本经都叫我们发菩提心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每一样学的时候 其实增长我们的菩提心 比如你今年学佛 明年学佛 你每一年学佛 你都应该是层层增上 你看到自己的菩提心 越来越来越扩大 越来越内陷丰富的时候 你对佛的得益 你知道有了 否则你知道 你只是佛教徒 只是佛教徒 就是一个很空洞的佛教徒 或者叫做法座 叫做法座心的佛教徒 法座心的佛教徒 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举几个例子 他说 发地的菩提心 什么叫做菩提心 他说地是掌养万物的 就是我们一发菩提心的时候 我们把自己的佛地 怎么地呢 我梁佑就说 什么东西都可以摆在我这里 其实我们成就一个淨土 我们都可以把自己的胸襟放出去 你无论什么 地是接触什么 你干净就没有问题 我们没问题 骯髒也没问题 你在那里生长也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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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那里种菜也可以 在那里建立也行 地就是这样的 有一个咸量 我们如果我们发个心 就像地那样 就是说 什么都可以 很大地 有大地的比较是坚固的 就是能够承托 就是你能够重担 能够扶起 不同种类的事物 不同环境 不同气候变化 这是初地的菩萨 就是识见到的那些菩萨 就是发生地上的那些菩萨 第二 就是 其实 其实 金是一个很代表性 钻石 虽然可能比金名贵 但是金和钻石 我觉得不同 钻石是一个形状 你怎么做 它这个形状 它不会变大的 但是 金除了它自己 它本身是一种很纯 很纯泡 它是可以变现不同 它金的质是一样 但是它变现这个相是无穷的 但是 我给你做菩萨 你金的质底的时候 它无论变现畜生 我变现什么都可以 它的金的质是不变的 都是一个纯的金 纯清淨 就是不怕红炉火 那样的质性 你要这样才能够度重生 你发觉菩萨的心就是什么 你无论如何污染 你有多少年生 在这个抗讨里面 你的心的质素没有改变 你只是善相逼变 为什么善相逼变 因为到不同的众生 善不同的相的时候 你会像金一样 很柔软的 变现无穷 这就是菩萨 发心的 我们唯一用物去表发 这些是初地菩萨 初地菩萨就是一个月光 月光是半弯的明月 或者一个圆的月 刚刚发出来的光 最重要是我们的初心 初月的时候 初地菩萨 初月是特别清明 和很漂亮的 初心的时候 是全部无污染的 就是说去表现 我的葡萄心 是全无污染的 除了我在地上 承托有承载力 我能够付这个重担 也是个纯而甘 但是初月就是表现 那种纯真 就是说 这种是清静 他说出来 这个心 就能够圆满 因为初月 其实初月 就代表月会圆满 这个菩萨心 是由初地菩萨 慢慢会圆满 他一直学佛会圆满 或者我们今天 先说到这么多 多谢各位 或者我念那个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淨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途苦 若有见者 释法菩萨心 尽此一报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多谢各位 好好感觉 再感觉